我们家猫复杂的关系 紧接上期内容 上期内容说到豆丁长得越来越倾诉可爱 长大先后金宝才第一次与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见面 没想到第一眼就非常喜欢开在豆丁 然而豆丁一直对于卧室里的CC非常好奇 某天我打开卧室门 豆丁进去见到了CC CC那高冷英俊的外表让豆丁心中一颤 CC听说这是安安家的二公子 心生歹意 想把这个未来成为安安令人的小子扼杀在摇篮里 但是因为豆丁长得实在超级软瞒可爱 CC每次想下手都会心呆 慢慢成为了豆丁眼里的好叔叔 CC也经常喜欢上了豆丁 CC一开始还把豆丁送回客厅 希望他回归在家族 但豆丁非常喜欢 CC依然居然的投入了CC的怀抱 慢慢的随着豆丁的成长 他并没有显现出安安的特质 而且脸越长越大 他还不知道从哪儿随后的诱惑之处 CC经不起诱惑 最终和豆丁 于是两个猫快确认了关系 此时感情受受的金宝孤单一猫 为了给金宝留下后代 我千里想要把小七的双胞胎姐姐 Timmie接了回来 没想到Timmie也对安安安送球播 但是想到她已经绝育 并且已经有了新少猫奶油 还是自己妹妹的丈夫 于是Timmie选择把成本感情藏在心中 并且选择了金宝 Timmie和金宝成功配对 并且剩下了两只小猫宝宝 然而其中一只猫宝宝 却可以跟安安长得一模一样 金宝以为又是安安的作为 伸手打击 金宝相亲的这个阶段 安安因为和奶油 已经有了说得清楚的情感 小七因为和奶油是好闺蜜 妈妈也接受了他们这份关系 但是小七还年轻 我决定再给小七相亲一次 于是我找到了CC的老朋友妈爷 然而相亲当天 因为我出门时的疏忽 抱错了猫 抱怂了豆丁 于是没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 让豆丁和妈爷相亲 妈爷对长相清秀软乱的豆丁一见钟情 毕竟很快发现豆丁是公猫的事 CC听说有猫要和他抢豆丁 和妈爷这个老朋友闹翻 妈爷不甘心 并且找上门想提亲 结果遭到了豆丁父母干爹和哥哥的一众反对 就在争吵的过程中 妈爷发现豆丁的哥哥金宝 他皮的样子莫名其妙很可爱 可是妈爷喜欢了金宝 并开始和金宝约会 但是妈爷的主人要搬去长沙 远距离恋爱对于两只猫来说不太实际 余生两只猫整合情分手 金宝因为感情一再受挫 回归到了安安 这个他曾经最碰的爸爸身边 安安也非常大度地接受了大人做回归 在妈爷爸临走前 他救助了一窝流浪小猫 我收留了其中三只小猫 茶茶 阿菊 阿白 我留下了阿菊和茶茶 茶茶因为体质较弱 因为一场疾病的趋势 阿菊因为体质较强活了下来 并且加入了CC的镇影 这就是目前为止我们家大概的关系 最后给大家看一眼关系图 我可算是梳理完了 太复杂了